故宫近期爆出文物毁损引发轩然大波 今天立法院教育委员会率团前往故宫库房考察 了解文物保存管理问题之外 更要检视破损的可能原因 对此故宫说明四大管理改善措施 也公布了三件损坏文物案发现场的关键影像 在清乾隆、清花、花卉盘毁损当下 工作人员误以为里面没有东西 所以就大力的翻动盒子 造成瓷器不慎掉出 虽然马上接住了其中一个 但另外一个瓷器还是直接掉落碎裂 四周都确认已经粘好 这是故宫工作人员一把将蓝布盒拿起 事发当下所有人都愣住了 因为盒子里瓷器突然掉出 虽然工作人员立刻接住其中一个 但另一个还是摔破在地上 原来他误以为里面是空的 才将盒子倒盖 碎成欺骗的乾隆、清花、花卉盘 故宫承认是人为疏失 但另外两件故宫说是自然破损的文物 损坏现场也终于曝光 当时工作人员提建时发生底下的双龙小碗破损 这时马上拍照存证 另外一个小黄瓷碗 却只有彩密集截图方式留证 库房管理和文物保存 SOP似乎都出问题 立法院教委会率团考察故宫 先从库房看起 此期库房里箱子上封条 只要记录着最后一次开启的人员和时间 院方强调依规依法 而破掉的双龙小碗也进入修复程序 故宫寄出国宝防衰计划 防止惨剧再上演 不过前一天绿吻又爆料 院藏黄河兰州扶桥图 在十年前表备遭一名科长裁切 却没受到惩处 他们从人事那边是没有惩处的记录 这个在2012年的时候呢 发生了这件事情 这个科长已经有被具体惩处 除了追溯十年前密件 如何改善文物保存 更是当务之急 奖杯黄成博 SEN小组台北报道 最近在房屋交易网站上 出现了一间50坪的店面 租金只要1000元 因为实在太便宜了 一度让人质疑 这个金额是不是打错了 少打一个零 而出租地点位在高雄湖 那一所大学旁 房东就学学校 传出为了活化资产 希望租客能和校方相关科系产业有关 消息一出之后 附近店家也直说不可思议 因为光是大约20坪的店面 就要上万元租金 米灰色乡间木之外 强要走暖色调类欧系风格 再搭配淡黄色遮宇棚 高级感满满 将一间50坪的店面 一张千元大钞就能租到 你相信吗 不可能啦 那么便宜干嘛 应该不可能吧 对呀哪有那么便宜的 说出来可信度真的很低 毕竟现在房价实在吓死人 但真心不骗 有房东就在房屋交易网站 贴出这样的招租文案 为在高雄湖内区一所大学旁 总共50坪的一层楼店面 你没看错一个月只需要1000元 只是当地行情都这么小个短袜吗 一万到一万二左右 大概在20坪左右吧 行情2万多啦 正常2万多 但是整栋就整栋比较贵啦 当然还是贵松松 以高雄一般店面租金来说 50坪一个月通常要2.5万元 等于每瓶至少要5到600元 相对于一个月1000 每瓶只要20元 价差约25倍 但条件自然和其他店家有差别 因为他那边的店面没有聚集 在那边没什么人潮 因为人家比较集中在这边 因为这边都有吃的啊 除了这一点 更解密店面其实是一所大学 所有活化资产就判新租客 能是校方的相关科系产业 不过开价太惊人 消息曝光校方低调不多做回应 只是这两年也受疫情影响 当地店家纷纷直呼生意差很大 也难怪平移租金 引发关注 记得成本准科乘号 高唱不倒 我国今天公布的本土新增 确诊数降到了一字头 这也是时隔84天 8月15号以来的新低 但是我国验出了首例感染 BQ.1变异株的本土个案 是一名家住在北部的4岁女童 因为发烧 头痛 呕吐 到医院裁剪确诊 研判是在社区被感染 指挥中心也提醒 由于BQ.1病毒 具有免疫逃脱优势 更容易会出现重复感染 也有蛮高的机会 在西方国家造成下一波流行 本土确诊数狂降 7号公布的新增 本土个案掉到一字头 比上周减少26.8% 也是时隔84天 8月15号以来新低 尽管本土疫情降弯 却验出在欧美快速串升的 BQ.1病毒株 首例本土个案 这名住在北部的4岁女童 曾经打过一剂新冠疫苗 10月24号突然发烧 头痛恶心呕吐 到急诊裁检 PCR阳性确诊 住院三天后才返家转 居家照护 统计目前横扫国际的 三大新型病疫株 五国纷纷验出 首例本土个案 没有发现境外来源的一些接触史 所以也是一个社区感染的一个案例 咳嗽还有喉咙痛 流鼻水的这个比例似乎有比较明显 会不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并发症 或是后遗症 比如说像小朋友可能出现的密西西 就要在后续的追踪 以BQ.1病疫株然说 因为具有免疫逃脱优势 可能会有较高的重复感染几率 所以中心更推测 它可能会在西方国家造成下一波流行 不过由于我国还只有零星案例 再加上疫情虚缓 指揮中心也会在11月开会讨论 口罩令第一阶段松绑 目前方向上会以室内室外来做评估 但像是造势的场合 还有人度的市场 可不可以不戴口罩 则是要交给专家评估 另外目前库存的1.3亿剂 快晒世纪即将到期 指揮中心也打算再扩大免费发给中低收入户 还有12岁以下儿童使用 而14号开始要取消24类等 容易接触不特定人士 场域工作人员的三纪令规定 但一旦有发烧 还是得快筛检验 确保周遭人的安全 记得我已经见过了 特别的懂 每年11月是高雄美农 小番茄产季 但是今年产地植株感染 毒素病情况严重 近日又碰上了雨天 部分农民在采收的时候发现 田里几乎都是裂果 甚至上万棵里面 只有45棵完好无缺 损失相当惨重 只好全部丢弃在旁边的沟渠 而农会也指出 今年产量恐怕将减少一半 也是近五年来产量最少的一次 高雄美农小番茄 11月进入产季 但走进农田 随便拿起一棵 标坯都有长长裂痕 后面补种的 天气已经到适合它生长的温度 所以它生长得很正常 第一批收成碰上连日大雨 小番茄几乎全树裂果 无法贩售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只好全部丢进一旁的沟渠 正常我们应该不是这样处理 但是因为量太大 我们没办法处理 逼不得已才会说倒到这边来 还有农民采收了500斤的番茄 里面竟然只有45棵完好无缺 而除了裂果 今年小番茄因为极端气候 植株感染毒素病情况严重 200多公尺的产地 就有四成以上面积受损 产量大大减少 农民损失惨重 心也在堂血 由于产量有限 甚至不敢接订单 就怕供不应求 美农当地盛产的陈蜜香 以及玉女小番茄 大受市场欢迎 也是过年热门送礼首选 今年产量恐怕将少一半 只盼政府能够介入帮忙 减少农民损失 记者陈庄继维 高雄赛报道